好,喂,大家好,我是豪葉宇 那這邊想要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的是 大家覺得台灣是一個性別平等或性別友善的社會嗎? 或是大家覺得台灣社會已經夠平等夠友善了嗎? 大家可以想一想,然後幫我把問題的答案先放在心裡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啊,我在PBT上面其實羅列很多看起來很不雅的字典 好,大家不要慌張,這些字眼看起來很不雅沒錯 但是其實啊,它很常出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有的時候呢,我們會聽到身邊親近的人講這些話 有的時候我們會被講這些話 甚至有的時候呢,我們就是講不出這些話的人 那在這樣的狀況底下啊,這些話看起來好像都是一些玩笑話 可是事實上呢,它背後卻隱含著一些性別的歧視 而這些性別歧視的議題,如果啊,說出口造成別人的困擾 或者是造成別人不被尊重的感覺就有可能會被構成性騷擾 那再往下來看,雖然我剛剛第一頁講的好像都是跟女性有關的 可是各位男性也不要覺得性騷擾好像是女性的專領 因為啊,其實根據勞動部統計 除了每年有3%的女性勞工遭受職場性騷擾之外 也有一%的男性,他們其實也是有這樣性騷擾的待遇的 而這樣子的比例啊,看起來好像很低對不對 可是啊,如果我們回推到每年勞工人口總數的時候 就會發現其實每年是有高達25萬人 他正在遭受職場性騷擾的 而這樣的數字看起來好像已經很多了 可是因為現行的法規便沒有要求 雇主收到檢舉的時候應該要去通報 所以啊,事實上的黑數可能會更多 那當我們回歸到這25萬人裡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想一想,這些人他檢舉了之後 他最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有8成的人 他們是不願意申訴的 那在討論到為什麼不願意申訴之前啊 我們可以先聊一聊性騷擾的樣態是什麼樣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就是你可能言語上 講了一些不尊重別人的話 也有可能會構成性騷擾之外 包含一些,我可能就這個凱遊一下 毛小毛腳的,也是性騷擾的一環 你階梯的想要去親吻對方 或者是你就偷偷跟著人家回家 這樣都有可能會構成性騷擾 那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這些行為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但就是因為這些行為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所以才導致大部分的人 會把它當成玩笑,不予理會 他們就這樣算了 那除了這些算的人之外呢 也有部分的人他們是擔心生錯了之後 會有職場上一些嫌言嫌虐啊 甚至是惡度傷害,失去工作等等 可是那個時候就會有人問說 我們明明就已經有這麼完善的機制了 為什麼這些人還會這樣算呢 除了剛剛講的台灣的環境文化 可能還沒有讓這些人可以安心之外 我們的制度其實也出現了一點小問題 制度出了什麼問題呢 首先那如果我是遭受到我同事性騷擾的時候 我要跟我公社人事部報告 那就這樣的狀況底下 公社人事部他們可能沒有受過一般的性別訓練的時候 這樣的時候我去講說我被性騷擾了 那人事部的人可能會問我說 問我很多就是不太好的問題 讓我感覺到我又被惡度傷害了 甚至有可能會把我講出來的這些話 再跟就是公司的其他人講 沒有太大的保密機制 導致我的這些受傷的往事 成為別人差異犯後話題 那甚至呢 如果今天騷擾我的人就是我的老闆 那這樣更無法可管了 因為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我要檢舉的人是我的主管 但是我要跟我的主管進去騷擾我 這就是基本上是一件很難被做到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有人就會講說 那如果今天就是沒有 不是適用性別靈的工作法的話 我們也還有性騷擾的防止法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性功法 跟性騷擾的防止法 來做一個COMBO連擊呢 可以的 可是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因為每一個法規 它聲速的管道跟流程都不一樣 那如果今天我要使用COMBO連擊 就是用這些法規來處理這些行為人的時候 我要去跑更多更多的管道 而這樣更多更多的管道 反而會造成受害者需要去負擔更大的成本 那往下來看 有人會講說 我們的法規跟起來好像已經很完善了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去找性別意識認識 他們就只是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呢 其實我們要知道的是 問題的根本不是就在法規上面 問題的根本是粗自在 大家有沒有性別意識認識上 有沒有性別意識聽起來很全樸 對不對 但事實上啊 性別平衡認識 它是跟我們的所有幾個人 齊齊相關的 如果我今天因為性騷擾不敢去上課 那就是變相侵害了我的教育權 如果我今天因為性騷擾關係被辭退了 那就是變相侵害了我的工作權 那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性別權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嚴重 但它其實反而是跟我們生活中 最息息相關的基督權力質疑 也因為這樣子 它是如此重要的權力 我會希望民眾黨在建構一個更好的 台灣社會的同時 也可以把性別的議題放在心裡 落實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讓大家都可以安居樂於野 不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謝謝大家